嗨,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适合纽约周边一日游的网红神庙 就是距离纽约是一个多小时的新泽西州的一座印度神庙 神庙从2010年开始建造,短短十几年时间 去年10月8日宣布落成,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印度神庙 神庙建筑群的路口出自于Likens广场 广场上有一座49英尺高的Likens神像 这是印度教育分支的精神女秀Swarvindalaya 十几岁时在印度各地进行七年修行旅行时的名字 这座建筑群是两侧是对称的,精雕细刻,美能美奂的长篮 独家的祈祷知识展现出精神的专注、自行和自律的力量 49英尺高度是为了纪念他在地球上生活了49年 广场一侧还有一个巨大的沙旁 展示Nikens七年修行的所到之处 神庙总面积占183英米 神庙建筑的费用完全来自捐款 所使用的建材主要来自欧洲 包括意大利、希腊还有土耳其等地的四种大理石 以及保加利亚的石灰岩 建筑原材料先运往印度做加工处理 经过数百名工匠金雕细作 再分别标号专箱然后不远万里运到新洲 最后按图施工建成神庙 建筑群包括 阿克拉萨达姆神庙主体 乌康馆馆馆馆馨兵中心礼品店数十餐馆 Swanamilalaya研究所博物馆和活动中心 广场与神庙建筑群之间是一个传统的神庙台阶式水井 据说里面有踩至300多个水体的圣水 其中包括印度的恒河的108条圣河和美国著名的河流 这还只是神庙外围的景象 要进入神庙内部参观海的景物 装潢华丽的影兵中心 太阳反光好严重 我看不清 要进入互利弹簧金碧辉煌的影兵中心 神庙对路内参观的游客凿装有要求 不能露出膝盖和肩膀 如果事先没有穿对衣服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 寺庙路口处有工作人员提供沙蓉 把路出的地方围起来 好热心的游客凿装有大漫漫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 大漫漫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 慢慢的稀三分曲心 非常的精明 从迎宾中心 经历一侧门出来 就进入了一个占地巨大神庙内庭 神庙庭宴占地宽广设计严整 有数百万手工雕刻的石灰岩和大理石组成 有各种主题的雕树 寺庙中心建筑内部不能拍摄 但建筑外面和四周都可以拍摄 手工雕刻品约有两百万印关纸 包括多达一万座雕像 一百五十一件古印度乐器雕树 有些人在建筑外面和四周都可以拍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式进入神殿内部了 需要拖鞋 不能拍照 手机关静音 一部不准拍照 搜索到几张图片 神庙内部几乎是用 崇拜设的大理石 十几个神殿 共分着各种印度教神灵 神庙出来 大厅有个小卖部 专卖一些印度祭奠品和食品 有个素食餐厅 神庙开放时间是 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半 假日或印度节日需提早预约 无需门票 多吃个东西 感谢你的关注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